好长的地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全是灰味和霉臭味 搞不好是放死人的地方 啊 瞧这地方的样子 好像是用来存放先祖灵鹫的地下墓室 不过这未免太大了些 这户人家破败已久 空留着大宅没人照顾 这积满灰尘的墓窖 正是你们绝佳的葬身之所了 果然还是你们这些人 上回是看在这姑娘的份上才放过你们的 不过这回我可不会再客气了 我知道阁下并非真正的奸恶之徒 何以要帮这四邪危害天下 哼 让邪神石油复生 领九地众魔杀遍天下假仁假义的正派 此等大忌 你们懂得一些什么 但你可知道赤油一旦复生 人间将受何种浩劫 只因私人仇恨而祸及天下苍生 岂是灵通天地数者所应为 我如行尸走肉般活着 就是为这血恨的时刻 当我折死 不 你并不是真正恨谁 只是难耐痛苦与悔恨 所以替自己找一个忘却这一切的借口罢了 然而天意如此 你也不能全怪正派手下无情 何况杀光所有的仇人也已于事无补 只是徒增杀孽罢了 你 你知道些什么 哼 和你多说也是白费力气 来拼个死胡吧 哎 看来还是非打不可 小心他被逼到穷帝之时 会拼了命用禁法和我们同归于尽 哼 会用禁法的可不止他一个 识别三日 你们的功力居然精进不少 看来只有 夏侯仪 且不忙着和这些家伙拼命 让我的得意之作来试试这些家伙 咱们安然期待的在旁边看就行了 嘿嘿 这是我用数十具人尸 拼凑而成的鬼魄狮王 这狮王不但及重尸之精华 身上索缝人皮 更经过磨血浸炼 不为诸般术法 你们好好和他玩玩吧 丹音 你这人好很多 为了造成师魔 你害了多少人命 嘿嘿嘿 在京城没有其他好处 就是歹人恶徒好找 用这些家伙凑成的师魔更具威力 这些日子来 街头无故少了许多恶棍 我丹音 可是难得做这种好事 嘿嘿嘿 知道鬼魄狮王的厉害了吧 不单是姓音的小鬼 今日你们全都别想生离这墓室 丹音 你少自明得意了 我就不信飞天禁法破不了这血症 封姑娘 你不可 如果打不过这师王 大火横竖都是死路一条 银大哥 只希望 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忘了我 没那回事 我最多和他聘个同归于尽 我天旋门剑法 如果你死了 我也不能毒活 不如有我 照九渊明英 逆两仪之行 以四方力神 散七魂八力 月儿 你不能 引日约双滑 五千丈绝煞 献无魂违约 神魔共此破 岳月儿 你没事吧 我没受什么伤 这一击只是扰落了我身上的气 暂时不能再施展禁法 哼 若让你完成此咒 那还了得 可恶 果然是你阻挠我施法 夏侯仪 干得好 这威力卓绝的绝天禁法一出 说不定狮王的血咒真会被迫 魔尊皆返赵 血肉禁为共 猎魂化交火 鬼市炼狱坠 夏侯仪 你在干什么 金法不止你会啊 姑娘 这是无尖黑炎阵的咒语 反正你们已经赢定了 何必在 多年前 我也曾身陷如此绝境 然而那时我没勇气用禁法 结果酿成我毕生的恨事 我很羡慕你 有位心上人而死的觉悟 如果今天有人因为是用禁法而丧命 那应该是八年前没有死成的我 而不是你 夏侯仪 难道你 我说的没错吧 飞天明华烈 黑炎剧分灭 怎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 夏侯仪这小子为何 殷大哥 飞天炎灭朕威力极强 这狮王身上的炼血尽致已破 咱们不要辜负那位夏侯兄的一番心意 我明白 等解决了这狮王 我绝不放过丹音的老鬼 不能让我的心血复之一具 中魔初 护驾 中魔初 护驾 中魔初 护驾 哼 今天算你们走运 非那位夏侯兄舍命破除 狮王身上的炼血尽致 咱们早就都横施于此了 紫风姑娘和风姑娘说的没错 她的确不是坏人 只可惜 当年究竟是什么事让她遗憾终身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也永远都无法帮她解开这个信件 其实还不太迟 殷公子 如果我能让夏侯兄复生 你以为如何呢 以繁身使用飞天决天禁法 立即魂魄变散而死 紫风姐姐 这还能救吗 她的魂魄此刻还萦绕于此 并未完全消散 我这里有一件名叫定魂珠的仙界法宝 可以收她的魂魄后送回肉身 如此便可让她复生 然而此人是正是邪尚在未知 倘若她复生之后仍与我们为敌 那便不必为此浪费这件法宝 原来如此 紫风姑娘 你的意思是 到底要不要她复生 就看殷公子你的意思 我们的性命都是夏侯兄救的 即使她今后继续与我们为敌 咱们也不能因此 就不顾念她的救命之恩 紫风姑娘 请你救这位夏侯兄的性命 谨尊所主 殷公子 那我就开始收魂入魄之遗了 了得了得 中土的仙术果然是精湛无比 紫风姑娘这一首收剧散魂的反命神迹 只是让贫僧开了眼界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是这位姑娘 用定魂珠收回你四散的魂魄 定魂珠 又是定魂珠 你为何救我 是夏侯兄舍命用禁法 击破狮王的护身禁制 我们才得以幸存 这份恩情嫌能不报 是我自己高兴用禁法的 可不是为了救你们 你们的生死才不干我的事 夏侯大哥 我虽不知你为何加入四邪一伙 但你装兄假恶一点都不像 紫风姐姐说得对 你打从心里就不是坏人 只因为深恨正派诛人 所以才自居邪名 我说得对吧 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那就是为何你愿代替我用禁法而死 莫说你和我们原先乃是敌人 即使你内心良善 然而我们非亲非故 你也没有道理为我们舍命啊 我知道你过去必有许多伤心之事 你不想提也没关系 只是经过这许多事之后 如今我们是有非敌 再无兵任相像之理 既然你并非真心为恶 只希望你莫再回到四邪那边 突然让我们为难 就算单一知道我未死 四邪也不会再相信我了 我本以为死了一了百了 哪知你们多次一举 我无端端捡回这条命 却不知道以后该做些什么 夏侯兄术法修为十分高明 何必如此自清自弃 若夏侯兄不希望我们本领低微 不如加入我们一伙 一起追讨的四邪如何 你们要 要我入火 正是 有趣 有趣 你要要我入火 你要要我这个不久前 还在和你们拼死厮杀的敌人入火 殷少侠既然肯请我 将这件仙界法宝用诸于你 自是不再存心追溯既往 既然你们信得过我 反正我今后尚无打算 暂且跟着你们一无不可 不过 我话先说在前面 我善用的乃是魔道邪法 兼之个性喜怒无常 和正派行事大一起去 以后若出了什么事 可别怨我 这个在下自然明白 做法原不需拘泥于正邪之分 只要发自善心便成 夏侯兄乃是个明理之人 我想今后一切自无问题 哼 多言无意 现在该当如何 还请示下 自是追索刚才逃走的丹音了 咱们赶快从那门追出去看看 或许还能找到他的踪迹 至于有关四邪的种种 路上再逐一项夏侯兄请教 我发指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